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欢迎来到亚洲最大雇佣者研究团 对 没有错 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这个改版的最速报 那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来存这个家族商店的积分 还有存神灯 究竟为什么要存呢 我们现在马上来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大家先来输入一下这个最新的序号 那这个序号是有现实的 好像只有到10号而已 所以大家赶快先输入一下 再来为什么要存这个家族商店呢 因为在未来是能够去换到虾米娃格 武魂水晶觉星卷轴 羽臂 附魔强化石 神羽臂 赋能齿轮等众多CP值高的道具 所以大家呢 记得我们的积分可以开始把它给囤起来 好 再来我们的神灯呢 也要开始囤啦 上次有跟大家讲听到的都市传说呢 是这个30等 是有误的 在怒服28等神灯呢 就可以去开到永恒装备 所以大家这个神灯 记得要存好存满 然后等级要来到125等 开服第60天 接着在PVP的部分呢 官方为了要延长整个战斗的时长 所以呢 它让我们打出去的最终伤害减少了20%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最主要就有两个职业受益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战士 因为战士本身的回血能力非常的厉害 那只要能够让战士去回到第二轮的这个血量 那基本上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难打 呵呵呵呵 受益者战士 然后另外一个受益者呢 就是我们的先知 因为先知呢 只要时间拖长 那他的技能就放的比较多次 这个差异就会慢慢开始打出来 那唯一的受害者呢 就是弩手 因为弩手就是打得越快越好 这之后呢 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哪一些坐骑有受到影响 毕竟说 只要生态改变 都会影响到这个坐骑的一个强度 好 再来 这次最重要的 还有这个心愿ATM 它就是可以投入这个新赚 然后最高可以反例到1800赚就是3倍啦 那好像是最后一天会抽吧 那现在不确定的是说 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投入这个新赚啊 不然只有投600的话 是不是太口了啊 呵呵呵呵呵 诶 那如果7天 600乘7 最终如果可以投到4200的话 那感觉就还不错诶 对不对 希望是每天都可以投啦 所以大家呢 记得这个新赚 要把它给留着 好 接下来 狂欢向前冲 要怎么玩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去花筹码解锁这个技能 还有同伴的时候呢 都能够去获得到这个属性的提升 所以一开始第一天基本上你全部解锁之后 这个就可以打过去了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职业这边呢 就推荐直接选这个风弩手吧 那筹码有多的就不要乱花 因为在活动结束之后呢 每一个筹码可以转化成1000的金币 就是1K啦 那提升的这个金币数量其实算是蛮多的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有每天可以处置33块的礼包 看一下这性价比划不划算 这边推荐来选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是比较划算的 觉醒卷轴非常划算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选我们的神灯吧 因为毕竟说我们现在那个 到时候要开放这个新的神灯 新的装备 我们需要到很大量的神灯啦 那当然如果你有缺其他的道具的话 也是可以来去做一个选择的 好 再来就是每4个小时呢 也可以去领到这个策略补给 这边有筹码可以去领到还有这个神灯 那至于说如果你是心服的玩家 你有缺金币想要赶快去提升你的神灯等级的话 其实这边直接花台币去买筹码 是还蛮划算的啦 以买金币来说算是一个CP值很高的管道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对这边还有这个啦 我们可以去洗練我们的装备啦 那这边职业推荐选弩手嘛 那属性的部分呢就是连爆 好 再来看一下游戏中心 游戏中心就是一个小游戏啦 那可以去玩这个谁是卧底 那这谁是卧底呢就是会有六个人 那有四个人的答案是正确的 有两个人答案是错的 那所以就是要去把那个两个错误答案的卧底 给揪出来就算胜利了 然后这个你画我猜的话呢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应该蛮清楚的吧 那刚刚阿贝玩了超好笑的 你们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吗 我的题目是那个鸟巢 我画的超级出神路画的啊 我刚刚应该不该先讲鸟巢的 算了不重要啦 对不对 你看 我画的多么的出神路画 可是竟然没人猜到耶 靠腰勒 这不好猜 真是被他们气死了 两个字这回猜不到 你好 吵 刚好我正在吃早餐 差点被笑死 那玩这个小游戏呢 基本上就是你有空没事可以去玩一下 最主要是能够去兑换这个奖励啦 但但但这个奖励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啦 那记得说每天只有记录到这个五局而已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拿这些奖励的话 每天打五局 你画我猜 跟谁是卧底呢 都有都有 都会有这个奖励 不过这奖励还蛮极乐的就对了 好再来 谁躲在暗处 这个每天就是要去解这个任务 不要漏掉了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重点了吧 对不对 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重点了 OK 就全服共同去达到 每天任务记得解 好再来 限时购买 有新增了两个车位的装扮 记得要去买 那他只有围棋33天啦 所以好像这样的话 我们最近的这个孤车币 就优先的来去买这两个限量的吧 我觉得至少把他们升到二星 或者是三星 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亏啦 因为一开始我们要先把这两个升上去 但长远来说会比较划算一点 对不对 因为至少你之后平均升上去 你是有多两个是可以去分散一下 因为这前面升级就是升一星 升二星是最划算的 升到越后面越高星 那个CP值就会越来越低 那这边如果你的币比较有限的话 推荐可以先来买这个挖门 挖门有去提高我们挂机的收益 那挖门的话呢就是增加我们孤车位的这个PVP的一个强度 好最后呢我们这边再来补充一下这个游戏中心玩法的技巧 那我们这个你画我猜就是每一个人他会去画画 然后你要去这个解答嘛 那你猜对的话可以去获得到积分 那等到你自己做题的时候呢 别人猜对的话你也能够去获得到积分 那我刚刚有看到有人直接把那个答案写在那个画板上面 所以呢如果你要作弊的话就直接写上去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哇 上到大师3了 无情开虐 嘎嘎乱撒